为了加强乡镇市间的沟通和联系 也通力合作建设花莲 花莲县定期交开了花莲县乡镇市长联谊会 由花莲市公所主办 会中各个乡镇交流踊跃 也共同期许可以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 集思广益携手合作 让花莲可以越来越好 为加强乡镇市的沟通与联系 通力合作建设花莲 110年花莲县乡镇市长联会 12日在汉平酒店举行 这次由花莲市公所主办 邀请乡镇市首长出席 花莲县南到北 包含瑞穗光复吉安以及秀林等 接出席与会 那也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乡镇长联谊会的会长号 串接起我们乡镇长的一个联谊情感 那我们自从组织之后 我们大概每两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聚餐 那这次刚好是到花莲市 其实花莲市的一个跟其他乡镇 每一个乡镇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那我们是尽量把自己花莲市的特色营造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城市希望未来 不只是花莲市的发展 许实山乡镇的发展中 能够一起努力向前 要非常谢谢十三乡镇长 可以说每一次的联谊会 大家都排阻万打 能够永远来出席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乡镇市首长 事务非常的满满 而且所事非常非常多 什么事情呢 轻力轻微 这就是我们乡镇所长 在地方能够备受肯定 这样子的一个轻力轻微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联谊 不是跟县府呆维县长 及其数学长都可以来 彼此正经自己的感情 彼此吸收各自的一个经验 我想这个联谊会是非常好的 随后县长徐政卫也出席表示 感谢各乡镇市长群策群力 相互协力治理地方 联谊会中由亿南望金曲乐团 带来多首精选歌曲 为活动增添艺文与怀珠气息 会中各乡镇交流踊跃 也共同期许未来建立紧密伙伴关系 集思广义 携手合作 让华林越来越好 记得讲方言华林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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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